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專家分析AI股之所以一片綠油油 一來是因為被視為市場領頭羊的IP大廠 創意 日前在法術會上調降今年猜測 讓市場有所防備 而且台股今年漲勢比美股更強 法人可能就想把資金轉移到 國際上純度更高的各股布局 再加上AI股短線上籌碼凌亂 一旦遇到盤中擊殺 可能就會讓散戶資金出現恐慌性麥芽 也因為AI概念股引爆麥芽 導致31號的台股仿佛上演大怒神 加權指數開高走低 上下正幅超過380點 最終收在17145.43點 7月最後一個交易日 AI股大跳水 人工智慧接下來會繼續成為利多 還是讓市場文之色變 投資人們盡觀其變 華視新聞 黃澳鐵線軍眾 台幣報導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林一文 想要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